大家早上好,我是大海 这几天呢,可把我折腾坏了 折腾死了 家里发生一个事 我把这个事跟大家讲讲 这也是因为我落后的事 咱们现在上我家去养去,外面太冷 我家就像这个地方这个雪大家看见了吗 也到每年的五月份才能彻底给花净了 就这么个地方 我现在到我妈家了 我这段时间吧,有啥闹心事呢 跟大家说一下 我不是卖我家乡这个山货吗 我这个山货到现在呢 卖了已经有好几年了 因为我再是在平台上卖 因为现在这个平台吧 就是隔几个月呢 它就改革一回 隔几个月都改革一回 我之前发货我是怎么发呢 我跟大家把这个详细情况跟大家讲一下了 就是比如说你们在我后台下完单子了 下完单子以后呢 完了我就用这个本呢 把你们的名什么完了给记上 完了后面是你们要的什么山货 我再写上 完了之后呢 我就把那个你们下单那个地址呢 我扶制完了以后 然后我就给那个会计给他发回去 完了晚上我用完货以后呢 我就像这种情况 完了把那个人名就写在这个箱上 完了这么就把这货给送去了 完了到会计打完单子以后呢 会计就把单子给贴上了 然后给我拍个照片给我发过来 完了照片发了以后呢 我就到后台呢 按那个单号呢 给那个给那个给大家填上 这个是之前的做法 完了后来之后呢 这个平台的改革成什么样了呢 就一点点他改革嘛 就是逐步都人性化了 他改革完以后吧 就是现在有很多客户 他下完单子以后不是有那个地址吗 这个平台呢 他怕你这个地址啊被泄露了 然后呢 他出现了一组分级号 什么叫做分级号啊 就是你前面是你的你手机号 完了拨通了以后呢 完了后面再把四个分级号 然后给添进去以后 然后你这个客户呢 才能给收到货 就是货到了以后 但是他这有一个什么缺点呢 就是会计员给你送货的时候呢 他不是给发短信通知你吗 但是他这个号吧 后面还有四个分级号 他多 他失来位 所以说有些时候短信吗 他那个他收不着 完了有些客户买完了以后呢 尤其是孙数大的人 那个他不知道上哪去求的 也不知道上哪去查物流去 完了有那个 那个有很多都给我退回来了 完了 然后呢 我又按这个号码 我又给客户打过去 有的客户他接 然后我就告诉他 我说你货已经 已经那个到驿站了 然后去求 他说也没接到到你短信 完了有的孙数大了以后呢 他看这个号码 这怎么十来位呢 他以为是诈骗电话呢 他他也不敢接 你看我让大家听一下子 所以说他这个吧 他是为了保保保保证这个客户 他不被泄露 他这个平台改了一组分级号 所以说这个吧 他现在哎呀 这些整个也挺难受 因为有很多孙数大的吧 他在我的平台下完单以后 他不知道上哪就去查去 你看我你看我给大家播一个啊 先播一个这个分级号的 我先你们听一下了 就是在我后台下单的号 输入分级号以警号结束 回播请安一以警号结束 你看我在把那个分级号 再一输入完以后 再按警号 然后这个客户 他就能收到了 完了 但是客户他那边 接收到我这个电话呢 也是七八位的 他也是十来位的号 所以说他就以为诈骗电话呢 有很多岁数大的 那个他不接 所以说我跟大家说一声啊 要是那个会计员 给你们送货的时候 他们也给你打个电话 打完电话 你看到十来位的号 你得接一下子 因为现在这平台整个分级号 怕你们细细 他那个他那个 他不被泄露了 所以说他整个分级号 但是这个这个吧 这个分级号呢 也可以变为你们的真实的号码 就是你们下单的时候 在那个底下吧 他有一栏 完了完了之后吧 你就点不保护隐私 然后他这个号码 他他就真实的号码了 你要点保护隐私呢 他就出现有假号 但是这个假号 他也是有时效的 一般也就是一个月 过了一个月以后 你再打这个号码 他就是空号了 这是平台你改革的 这个 这就是前段时间 那个给改革的 完了又过了一段时间呢 这个平台呢 他又给改革了 又改革成 又改革成什么样呢 就是我现在 我最闹心的样 你看你们这个 单的地址下完了以后 我一点复制 完了粘贴 不就是给那个 会计员发去了吗 这回还不行了呢 这回点复制 还复制不了了 完了所有的 你们的地址 跟手机号啥的 全部都都隐藏 全是个星状 就是那五角星 全部给给盖住了 为啥盖住啊 他他要求让我 自己在家给打单子 我这个单子打出来以后 我才能看到你们的 那个那个有地址 就是你们下完单子以后 全是给隐藏的 上面有电子的面单 我一点 所以说 所以说 他就 所以说你们地址 直接给打出来 打出来以后吧 他这个系统 直接把那个单号 他就给你们添上了 我就因为这个事啊 我就折腾死了 嗯 下完单以后 我要是不发货的话 他还产生那个 有罚款 因为得超时了吗 所以说 这两天就忙活这个事了 呃 我要想自己这个 给打单子的话 呃 我跟大家说 我这个事是 我这个事是打扮的啊 我又到我们县城 我们县城吧 来回300公里 因为我家这个地方吧 属于乡镇 乡镇那个网点吧 他那个说的那不算 我这里到这个县城里 跟这个会计公司谈 谈好了以后呢 他又给我下载一个软件 完了 在我 他又单独给我设立一个编号 完了 编号设计完了以后呢 我又拿了一台一个打印机回来 看了吗 打印机 完了 还得按这个平台的要求 跟他捆绑上 我还得去买面单 完了 还得调试 反正这立体外外折腾老航时间 因为我 因为我吧 有点有点过时了 你知道吗 这些东西吧 我还原来整不明白 整不明白 那一天整啊 完了最后呢 那个呃 县城那个呃 那个会计那个老板跟我说 说说离我家这块啊 有个六七十公里 他有一个镇上 说还有个做电商的 说他整这个明白 然后呢 他又把那个朋友的电话号码给我 我又上那去了一趟 他当面教我的啊 我才把这个事就给整明白了 所以说现在吧 我也不能按那个最古老的方式干 完了 还得说就学 学学 学去点新的你方式 呃 折腾了有好几天 终于现在把这个事情就给整明白了 整没了以后吧 过两天 我看那个 呃 我听他们说的 还有那个平台的 还要改 等到下回再改的时候 不知道那又该改成什么样了 但是不管是怎么改吧 他都是 嗯 就是越来越把握好 越来越合理 他他全是那么改 哇 但是我吧 这个人嘛 我老是用那种最古老的方式干 哈 所以说我还累 完了之后 我哎呀 反正有些说思想吧 必须那个就转变一下吧 你就像我这个式的哈 每天用用手写 又对让 你又干啥的 完了 有很多朋友跟我说 说说让我用电脑 用完电脑以后吧 完了 每天完了 又结算 他自动全全部给算出来了 你说我也不会呀 是不是啊 所以说我看呢 等到过两天平台再改革的话 有可能逼着我 这个账本也不能用了 也得也得就使电脑 所以说有些时候 这人在创业的时候呢 必须得逼吧 啊 你要是逼一把的话 你不就全全会了吗 你就像这个事的 就就这打印机似的 逼我一把 现在现在不整的 不也挺好吗 你看我现在给打 给打出了一张啊 然后我让大家看看 看看啊 我开始打个单子 这个 这个都老快了 你看单子一打 看这就出来了 老方便了 但是这个面单吧 我现在还得调一下子 是啥原因呢 因为他这个平台吧 所有的面单呢 都叫一连单 我家乡这个单子呢 是三连单 所以说你这个打 你打出了这一张出来以后 得有这一大张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面单 是不是那是没用的 就那个直接就作废了 所以说我跟那个 现场那个 那个公司 会计公司 已经说好了 完了他再给我 送点那个 那个给一连单回来 然后就可以了 你看现在你要打 你打出这一片出来 他也浪费 得三片出来 这三连单嘛 你看 就要这一片 出来出来 那个那你这一大堆 都没有用的 都掰下这个纸了 所以说有些时候吧 也一点点 那个得调试哈 完了等到适应了 那个就可以了 但是我现在发现了哈 还是挺方便的 比以前是方便不少 这个都是我家的山货 这个是野生松原 这个松原呢 都是熟的了 都是原味的了 打开直接吃的 这个是呼伦贝尔的 纯牛奶粉 这个是野生花花菜 木耳 还有蘑菇 大家就是有想要 这个野生花花菜的呢 就是点击视频下方的连接 然后下单就行了 下完单以后呢 那个每天都发货 这个花花菜呢 都是我妈挑出来的 一个是一个 一点碎都没有 我现在把这货呢 给包出来 完了 然后呢 你看我那个面单 是怎么贴上的啊 然后把这个货呢 咱们实拍一下子 然后给送到会计 直接给发走 我现在开始包花花菜 对了 大家要是有想要 这个花花菜的 就点击视频下方的连接 然后下单就行了 要是找不着连接呢 就是点击主页 然后再出窗里 或者在店铺里找花花菜 实际上是再找不着呢 就上抖音里面搜索清旋大海 然后在小荒车里下单就行了 我现在干活 大家看看啊 这个货不包完了吗 然后我就把这面单一贴 这就行了 然后现在去快递 我现在去快递啊 给大家发货 外面是零下37度 已经到快递了啊 这是那个 那个那些空单的 你就给打出来的 今天白天那个吧 现在整的还有点 还是有点不太明白 我再感激感激 一会儿大家发发发单 发单号啊 注意插手吧 明天就更新物流了